接下来一同过生活的主题 我们要聊聊就是跟水有关的事情 水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说这个人类生活在世界上 最重要的就是阳光空气水 对不对 那以我们居家生活来说的话 确实我们每个月一定要来 付的一些费用 水费 瓦斯费 电费 对不对 这三个都是这个每一家都一定要付的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那大家用的载具啦 或者是网路越来越方便 其实在办理这些相关的手续 或是相关的一些服务的项目上 也越来越丰富了 就是服务的也越来越多元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关于水费到底怎么缴 这件事情或者是你要搬家 你做房屋买卖 你需要节清水费这件事情 现在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呢 就是台北色来水事业处的 陈慧玲鼓掌 欢迎鼓掌 陈慧玲鼓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的数位升级服务真的还不错耶 越来越越做越好了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水费结清 以前我印象中都是要直接跑一趟 对你们都得要跑到我们的营业据点来 现在不用了吗 现在不用我们现在最近推出一个很棒的一个新服务 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有那个搬家 或者是说你因为房屋买卖 需要跟房东或是新屋主做一下那个水费结清的动作 那以前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需要跑到我们的营业据点去 那现在呢你只要到我们的那个水处的网站 有一个水费结清的专区 你输入你自己现在那个水表的度数 然后如果说你不确定你现在的度数是多少 你也可以选择用过去前两期的平均度数来推算 系统就会自动帮你计算一下你营业的金额 之后你就直接进行线上缴费 这样子可以节省各位听众朋友的交通时间 还有林贵办理的这个时间 嗯好 所以其实在北水处网站的水费结清专区就可以来做 以前真的都要林贵有点麻烦 现在不用这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的话我们是3月15号才刚刚 那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措施 我想应该大部分99%人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因为租屋搬家这种非常多啦 对你租约到了你可能就要搬 那所以大家可以善加利用从3月中开始 还不到一个月 实施还不到一个月的 就是直接在线上就可以结清水费 的一个方法 那刚刚有讲说 你不知道用水度数的话 你用前两期的来平均摊算 那这个如果有点差异没关系吗 因为其实我们家 我们应该是说一般的家户用水费 都差不多 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它是一个级距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差个几度也不会太 应该通常不会是差太多 对 好 那再来就是水费线上的缴 就解清的话 那我在上面解清之后 我怎么缴钱 我是用什么样方式 ATM转账呢 还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在你刚刚在前面那个网站之后 你输入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你应该要缴多少钱之后 系统 系统就直接把你带入 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智慧支付平台 进行缴费 那个平台上面 它一共有 你可以使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信用卡缴费 或者是你如果之前有设定银行账户的话 也可以用银行账户付款 缴费方式非常的多元便利 然后而且你缴费成功之后 民众就可以使用email 或者是你那个手机简讯来收取我们的电子缴费凭证 那系统会在两日内即发 当然如果有遇到那个假日的话就会顺延 那不过 因为我们现在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我们现在有在推那个发票载具归户这件事情 对 所以如果你刚使用那些 像悠悠妇啊 街口这些行动支付缴费 然后而且在那个行动支付业者 端已经绑定手机条码的话 那相端的发票就会自动归户 我们就不会再激发那个缴费凭证 诶其实我觉得归户真的非常好诶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我都听人家讲 如果你的发票归户在云端上面 呃中奖几率比较大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有这种说法是不是 因为它现在有多开那个云端发票专属奖 而且好像金额也比较高一点点诶 五百 五百啊 对啊 你用那个十本的发票最多 就是最少它是两百嘛 可是云端的话是五百耶 所以一中就五百很不错 所以这个也可以来绑定一下 那当然 不过比如说像我爸爸妈妈的老人家 大概就真的比较不会这些东西 对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有时候 就是遇到老人家就会说 还蛮抗拒的 对啊 他会觉得我宁愿拿纸本去缴 他可能会比较安心 不是也不是安心问题是他不会弄啊 我跟你讲就算帮他们弄好 他们也不会点开他不会弄 就是我都已经把很多东西拉到桌面上当捷径 你只要点进去输就好 他还是不行 那我们就算了 毕竟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年都是这样 我们就不要勉强他 我现在已经觉得我们真的不要勉强老人家 所以多元的缴费方式是有需要的 真的有需要 你就还是要保存过去旧有的一些 让他们可以方便他们自己习惯的方式 但是跟上时代的脚步也是重要的 好那再来看就是好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线上结清的方式 你可以在线上直接登入 然后直接输入水表 他就可以帮你计算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线上支付的方式来缴费 那相比传统的这种零贵办理结清最大的好处 我觉得就省时嘛 是啊 还有什么 其实呢 因为我们线上结清 他全程通通都是数位化 无子化 那所以我们民众呢 根本不用出门就可以线上 一直就把一切事情搞定了 就可以减少到那个交通跟零贵办理的时间 那而且呢 我们这个服务只提供电子缴费凭证 所以也可以减少了碳 就是纸张的硬质量 还有交通运输的那些碳排放 所以我们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 然后踊跃使用我们线上结清服务 一起来减能减碳 刚有人问 说如果他是用信用卡带缴 水费 那他也可以归户吗 没有 可是问题是因为是信用 信用卡带缴的话 那就是你带缴完了之后 他会有寄发一张缴费凭证 对 那你这个缴费凭证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水处的那个官网 他有一个那个电子发票的归户专区 那你可以就是在那里用手动归户 所以如果是信用卡 大概是这样的方式 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等一下呢 我们还会聊一下 就是以前电子账单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改收电子账单 就是为了减少值本嘛 对不对 那只能够用email收取水费账单 或缴费凭证 听说现在你没有email也可以 有简讯就可以 这个我爸妈可能会有兴趣一点 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去开他们的email 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我们得一同过生活 来聊聊水费搅起来 现在是越来越方便 那今天在现场是台北次来水事业处的 陈慧玲鼓掌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三月中开始 可以直接在官网线上 结清这个水费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方便了 呃我真的很讨厌跑那个 不管是跑瓦斯 或是跑电 或是跑水 对 而且因为我们都开车 你还要停车 哦对 真的很烦 所以那又常常因为工作忙的关系 有的时候真的是会逾期或是干嘛的 我觉得应该要 就算逾期也要让我们不用跑 跑现场 欸逾期其实超商那些也都是可以交 而且你可以 有些单子就说什么已经不行了啊 因为我们 如果你是我们辖区的自爱水的水费的话 都是可以是不是 对对对 好 所以因为我常逾期 哈哈哈 因为因为常常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不要再用 可是我觉得我不管纸本还是电子账单 我都会 因为纸本的时候有时候东西很多 你不会注意到 它就夹在里面 你就没注意到就没缴 那电子账单的话 就是你要注意 就是你自己要 呃 如果每天都有看email的人 当然 ok 因为我常常也不看email 所以 最好的方式其实还是绑定 就是我觉得是绑定那个 金融账户 时间到了就扣款 对不对 去设定那些 带扣角 我个人觉得带扣角 是最好的方式 好刚有讲到就是说 那个电子账单的部分 是 以像我们家老人家来说 他们就根本没有email 老人家不会透过 不太会透过email在这个 不太习惯收取email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用简讯来收 诶 这蛮好 因为老人家都会用手机 是啊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在推广 那个email电子账单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常遇到 这样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民众在反映说 啊 我就是不习惯收email 啦 我就是想要收简讯啊 嗯 ok 那所以我们就因应 那个很多人的需求 那我们就开始规划 我们的简讯账单 那这个也是在3月15号的时候 推出的 它是我们的一个数位升级服务 它提供 提供民众环保便捷的 账单收取方式 嗯 那就可以取代原本收 就是您刚说的那个水费 资本的水费缴费通知单 或者是说你去邮局 银行代扣缴之后 我们也会寄一封邮简的 那个缴费凭证 那在人手一机的时代呢 如果你是不习惯 使用email的 的听众朋友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您来 申办简讯账单 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的行列 好收到简讯账单之后 要怎么缴费 然后怎么取得凭证 在这边我要先插播一下 因为其实哦 最近简讯诈骗的真的太多了 所以呃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部分 讲完之后 我们再告诉大家 像那种骗人的 通常是会有什么样的 呃 你一看就会觉得 它怪怪的地方 我们先讲一下 您刚刚说的这个 什么简讯账单 简讯账单 你们会直接给一个连结在那里吗 嗯 基本上我们也是有一个连结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 其实它上面都会有我们的 一些logo的东西 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话 它有一些那个缴费的管道 嗯 对那如果说你觉得 有一点疑惑的话 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直接由我们那个 自来水事业处的官网 那边点进去 一样也是有提供缴费的功能 嗯 嗯 我觉得简讯账单这件事情 还是会让大家有点害怕 对 其实我们之前在推出之前 其实我们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会 那个 怎么讲 发送简讯的时候 我们是固定使用台北市政府的一个 发送简讯的号码 哦 有固定号码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固定号码之后 那个大家比较安心这样 好 大家可以把你手机打开来 看一下你所收到的诈骗简讯 哈哈 你会发现那些诈骗简讯的 那个号码其实都蛮怪的 都怪怪的 有的有的都看起来很奇怪 那先 所以你收到这种 基本上提醒你要缴费的 这种简讯哦 你就是先看一下号码 然后呢 再看一下它的字眼 为什么我特别会提到这个 是因为我前两天 我的好朋友才分享了他 他收到的一个简讯 因为真的是蛮 蛮蛮蛮分辨的 但是我一看 我一看就知道 我光看那个内容 我就知道它是诈骗的 原因是因为 那一则简讯上面写的 他是说是中华电信发的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就不对嘛 对 他那个第一个是 他发的那个电话号码是 加66 90什么912多少 那个加66看起来就怪怪的 加66就不是我们的 对 就是不太是政府的 这个 然后再来他就写说 他的这个简讯的诈骗是说 中华电信会员回馈提示 你的账户还有多少积分 将于今日内到期 与期就要作废 请及时兑换奖品 然后底下就有一个连结 但是我一看这个 我就知道他是骗人的原因 是他底下还有一句叫做 请回复一 激活链接领取 激活链接 你只要看到激活两个字 他就一定是骗人的 因为这个激活不是台湾的用语 激活是对岸的用语 所以激活这两个字 你只要看到 你收到简讯 只要有激活链接 他的链是那个链子的链 链接 这两个用语都不是我们台湾 习惯的用语 政府单位如果发送 他绝对不会用激活也不会用链接 而且我发现你那个 那个他的字也是简体字 有没有他不小心就是 对有的秀出来简体字 对 但因为那是最下面 我觉得他是忘记删掉这一行 我觉得是那个 那个诈骗集团忘记删掉这一行 你看如果他删掉这一行 嗯 你有可能就会被骗 是 然后没有注意看 真的真的有可能会编片 而且你知道吗 我朋友点进了这个 这个连结进去之后 他真的就是出现中华电信的页面 然后中华电信的页面 然后呢 你 他说那个 你的这个方式就是 他告诉你 你只要输入手机号码 他输入手机号码之后就 换 就是跳出了他可以兑换的商品 然后说你只要再加一元 你就可以换一个什么 无线蓝牙耳机 那 那这个一元可能很多人都会 因为我们以前也常常有这种嘛 就加多少可以兑换什么 点数多少加多少 那这个一元怎么做呢 就是用信用卡付 所以你只要输入你的信用卡资讯就可以 结果呢 他输入了信用卡资讯之后 手机收到了一个简讯交易验证 我也会有这个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会对不对 对 有些银行哥会 结果他说 根本不是一元 交易是十万元 吓死了 吓死他赶快就立刻打给信用卡公司 要求冻结这张信用卡 可是如果你没有仔细看 你按送出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 因为现在确实有你看很多政府单位 他们用这种方式是简讯提醒你 简讯账单是希望让大家更方便 可是因为有诈骗集团这些榆木混珠 所以反而会让大家就是搞不清楚 那我觉得其实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趁这个机会啊 北水处讲了说他们的简讯账单 你收到之后第一个可以注意的就是 你们用的都是统一的一个号码 对 而且我们最后面的那个号码是1999 1999 最后的号码是不是 对 对 然后那个号码有固定的 就是有固定的 所以另外来说就是 你这个他的这个缴费 这个账单一样还是会有连结啦 没有错 是你点进连结之后会有四种缴费管道 会有四种缴费管道 对不对 一个是行动支付 一个是台湾配 一个是全国缴费网 还有条码缴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个页面看起来是不是有问题 基本上呢 如果说是北水处的话 就是你刚看到听到这些 好那我们讲完这个缴费凭证怎么拿呢 缴费凭证的话 那个他会不会取得缴费凭证 我们会依照你的缴费方式来判断 那第一种呢 如果你是使用行动支付缴费 而且你已经在业者端 你先先绑定手机条码 那用那个行动支付缴费的话 把那个发票将销上后 自动就储存在您所绑定的那个手机条码上面 我们就不会再次的传送缴费凭证 那如果说你刚刚 你没有去做一个绑定手机条码的动作 或者是你刚刚使用台湾配 或者是全国缴费网 缴费的话 那我们会另外用简讯来发送那个缴费凭证 那如果说你是习惯使用那个条码缴费 去那个超商啊或是银行使用刷三顿式条码缴费的话 那因为我们在那个寄给你的那一封简讯账单里面 已经提供你发票的载具号码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重复寄发 那当您零贵缴款之后大概三个工作日 我们就可以去那个我们水处官网的那个发票查询归户这个专区 来去输入你相关的载具号码 就可以查询到你的发票资讯 那最重要是我想要提醒观众朋友 因为那个载具号码是那个统一发票开奖之后 它查询和列印发票的那个依据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妥善保存 以维护大家的对讲权益 好的那怎么申请呢 简讯账单 简讯账单其实简讯账单 它那个申请的步骤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简单的三个步骤 就可以享有上诉的好康优惠 就是你手边如果你还是有水费单的 水费单上面会有一个申办的QR Code 你只要少了QR Code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就完成申办 那所以如果完成申办之后 从下一期开始我就是收到简讯 不会收到纸本吗 是啊 那蛮好的 我觉得纸本真的蛮反的 它真的是制造一个垃圾 而且你还要收起来 然后哪天那个发票中奖的时候 哇要翻又翻不到 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手机号码 你输入手机号码 现在那个QR Code是护号是不是 什么QR Code 我会有一个专属申办电子账单的QR Code 因为缴费也有一个QR Code嘛 但是缴费的QR Code是在水单的大概是左下方 对反正它上面会写嘛 对对对 会写这个缴费QR Code还是申办电子 简讯账单的QR Code 对不对 你就去扫那个 那所以我输入了我的手机号码之后 我不太理解 因为通常我们寄来收到水费台 它是寄到你的这个水表的位置嘛地址嘛 对除非你有去做通讯地址的变更 否则都是寄到用水地址 对那我扫了QR Code 输入手机号码 它就知道我是哪一户 因为其实我们在那一张 那颗QR Code上面 我偷偷买了你家的水号 哦原来如此 所以就是不用再另外去输入什么水号 都不用 所以很方便 好方便哦 真的方便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家可以来使用 但是你原则上 当然是你要 你不要这个 只要是你水费单上面扫上去的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放心啦 但如果你从来没扫过 你根本就没有申请过 结果你收到了 它有可能就诈骗的 我要讲的是这一件 因为最近诈骗真的太多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没错 如果我没有申请 我没有申请 这个水费是简讯的账单 我应该不会收到你们 发来的简讯交我交费 对不对 不会 至少记得这件事情就好 好不好 好然后再来 简讯账单也有些优惠 是啊 就是如果说 您之前从来没有申请过 我们的 email 账单 那当您首次申办 我们的简讯账单 我们北水处 就会送你两张 自来水园区的电子票券 让你春天能够来赏樱花 夏天可以来玩水 冬天呢 还有公馆圣诞机 可以来看灯海 而且呢 优惠还不止这样哦 只要你申办 简讯账单之后 每期的水费就可以折抵三块 那如果你搭配行动支付缴费 那水费就帮 下期的水费就自动帮你升级折扣十块 嗯 对 那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呢 主要希望能够透过免出门立即缴 那个缴费优惠的这些措施 鼓励民众来减少纸张的耗损 一起来爱地球 嗯 好 所以哦 今天呢 呃 呃 肯长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两个最重要 呃股长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两个最重要的资讯 一个就是 呃大家可以 呃在官网上直接办水费结清了 如果你有搬家啦 或是有房屋买卖的话 不用在自己跑一趟了 省时又省力很方便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有简讯账单的服务推出 那大家只要扫你水费单上的QR Code 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做缴费 呃 而且也真的是环保爱地球 少用一些纸张 哎 这个算起来 如果大家全部都改的话 应该可以少很多吧 你看看我们全台湾有多少 每个月要发多少这个水费账单出去 哦 水费单单不是只有那张纸 还有它外面的信封 对 所以大家一起来做环保 也更方便一些 那今天很谢谢台北自来水事业处的 陈慧玲股长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缴水费的一些新的措施 希望大家都能够更便捷的来生活 这是很重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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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